大家好,我是子娟,今天是5月23日 我住在加勒达的第五大城市 大家都开始种花种菜了 我们在后院有18个大大小小的菜床 今天我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家的菜床 首先就是第一个菜床 我在旁边种了葱,葱很容易长 不需要什么空间,就能长得很好 这一排呢,是西芹 我种了6颗西芹,完全就够大家吃了 这个呢,是Kale,就是4颗Kale Kale呢,被成熟的之王,营养非常的好 这个呢,是巧克力,西红柿,小西红柿 这个呢,是Sung golden tomato 中文叫做金套羊,也是小西红柿的一种 我在旁边呢,种了这个花 目的呢,就是帮助这个Kale,不要生虫 Kale的中文又叫雨衣橄榄 这个是我们家的第二个菜床 旁边也是葱 在这个里面呢,我种的豆啊,陆陆续续 豆已经出来了,这些都是豆 在它们中间呢,我种了这个Swish chard 和这个莴笋 这个莴笋呢,到7月份的时候就会长得很高大 拔了以后呢,就跟这个豆和Swish chard有空间生长 这旁边呢,是红色的沙拉菜 我给它种在这旁边呢,等它长大了 就给它拔了 因为它略输菜一般到了7月份以后呢 都几乎会全部拔掉 要不就会开花 这是我家的第三个菜床 这个菜床呢,跟第二个菜床大同小异 我喜欢在旁边总装 在这个菜床里面呢 也是跟那边也差不多 也是Swish chard 莴笋 然后这个豆角 这个叫生菜 生菜做沙拉用的 这边呢,因为离这个栏杆太近了 所以呢,种的豆角出芽率很低 所以呢,我就给它种了莴笋跟生菜 然后这是第四个菜床 这第四个菜床呢 这旁边 两边 都是种的豆角 这个蒜苗呢 这些都是蒜苗 是去年没有拔干净的 它就自己长出来了 然后在这个 排的 这个豆角之间呢 我都这一排 这个六悠悠的 全都是莴笋 下面这个菜床呢 莴笋呢 这些呢 都是洋葱 洋葱 洋葱都是细细的 但是到了冬天 九十月份的时候 应该长得很好 这一排呢 是甜菜 叫Beat 还在缓描阶段 这个呢 是 Sung Sugar 小西红柿 我非常的喜欢 它们会 又叫甜西红柿 它跟Sung Golden 是一家 Sung Sugar Sung Golden 都是一家 这个呢 是另外一种 小西红柿 Indigo Cherry Drops 小西红柿 我喜欢它们不同的颜色 这边呢 我也是一种的豆 豆子慢慢慢慢的 这几天会长得非常的快 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个菜床 这个菜床里面呢 我种了小的水萝卜 这个地方 小的水萝卜 然后我会慢慢的见苗 这个呢 种的是这种青菜 这个 最里面这个 这个 我种的是台湾白菜 已经开始不停的见苗 来做蔬菜了 最里面一排 我为什么盖着半边 这个 塑料薄膜呢 因为我里面种了豆子 就是 豌豆 该过磨的 是为了让它增温 这个 是 土豆 这两 这两个菜床呢 都种的是土豆 土豆已经 慢慢慢慢的 长大了 这个土豆叶子 在两排土豆之间呢 我种了 豆 也是四季豆 只不过不同的品种而已 在这里面呢 我种了玉米 这边的地方 因为天气不够热 玉米收成不是很好 但是呢 种几棵 自家种的 总比外面满就好 好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菜床 这个菜床里面呢 我种的是 Beef stick 是那种西红柿 这里面的 这两个菜床里面 我都种了大的西红柿 因为天气太热了 下半回来 才把那个薄膜揭开 所以呢 它的叶子呢 已经被闷得有点变黄了 但是没关系 等它长高以后呢 这些叶子啊 都会给它剪掉的 都会给它剪掉的 然后这些呢 叫红鲜菜 这儿也是 这叫红鲜菜 我没有撒种子 是它自己 以前种过 长出来的 这儿呢 也是上次种的 大西红柿 也是因为盖了薄膜 所以叶子变黄了 但是没关系 明天会下雨 然后很快就会长高 这些叶子都可以剪掉 这个菜床里面呢 是黄瓜 也是一样的道理 昨天上班 没有来得及及时解开盖 所以呢 叶子有点变黄 没关系 我把薄膜打开以后呢 已经安上了这个竹 作为支架 中间呢 我种的是撇蓝 然后这个地方一苗呢 死了一颗 一共六颗 现在还有五颗 这个呢 也是黄瓜 这几个也是黄瓜 黄瓜呢 它的品种不一样 有的是长条带刺的黄瓜 有的是短短的做泡黄瓜 用的小黄瓜 今年呢 我第一次种 这个 看起来像西瓜 只有拇指那么大的 但是呢 它是黄瓜 它是黄瓜 它是墨西哥的品种 大家看看这个葱 跟那边的葱又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葱呢 是往年种的 现在呢 很快就会开花了 这个是铜蒿 因为在那个棚里面呢 它就长得已经很高了 会有花苞了 但是没关系 我们把它 从上面剪掉 留两三个节 它又会长得很大 只要它的根部比较发达 就没关系 这一框里面呢 这个也是铜号 这几个是铜号 这西葱呢 是一样的 道理是往年种的 大家注意看啊 这个莴笋 它是去年 撒的种子 因为在这边 阳光比较好 所以它就长得比较大 这呢 是一二三四 是四颗圆的紫茄子 这里面长到红仙菜啊 这些红仙菜 都是自己长出来的 这棵 这些都是生菜 有紫色的生菜 还有这个绿色的生菜 让它们长 长得七月份以后 拔来做菜以后呢 就跟这个茄子 跟这个辣椒 留一定的空间 这是两种辣椒 大家看看这些辣椒啊 已经开始结了 我等着它结了一部分以后呢 我就会把上面这个顶啊 给它打掉 它就会从这个叶 跟这个茎之间 又长新叶 又会长出一皮辣椒来 这个呢 是大的辣椒 这几颗是大的辣椒 就是圆的绿色的辣椒 这个里面呢 我种了几颗 种了三颗西葫芦 这个西葫芦呢 因为是急性子 早早的就种下去了 但是呢 还是小小的 没有后来种的 大 这儿也是 这是朋友给的西葫芦 在这中间呢 我都种的是莴笋 每年我们家的莴笋 都特别的多 这个菜床里面 去年我全部种的西葫芦 因为不能重复种 所以呢 我今年就给它种成了豆角 然后我上次做视频的时候呢 上面全是蒙着一层薄膜 所以它出苗都出的还蛮整齐的 这个菜床里面呢 种了两颗西葫芦 一颗巧克力西葫芦 希望这个西葫芦 是长高的时候呢 就挨着这个围栏 我就可以不用给它架支架了 这个花呢 种在它们之间 是因为去年这儿有 无可的蜗牛把西葫芦吃过了 所以呢 我就做试验看这个 怎么样 有没有用 这两颗呢是梅豆 梅豆呢 会开紫色的花 然后接紫色的点都非常的漂亮 这个菜床里面呢 种了三颗小西红柿 它们是不同品种的西红柿 这个是Sweet100 这个呢 这个呢 是Sun Golden 这个呢 也是一种小的 黄的西红柿 叫做Bubble Bee Sunrise 这是辣椒 它已经开花接过果了 我把花跟果都掐掉了 我想看看它能长多高 把花掐掉以后 是不是可以接更多的果 这是一棵茄子苗 我想看看这个茄子 和种在菜床里面的茄子 哪一个会接的多 这是丝瓜苗 我把大的丝瓜苗都送给朋友了 因为我已经种过了 知道我们这个夏天 这边的夏天 结的不多 但是花非常的漂亮 这个菜床里面呢 我种了两个西红柿 这是大的西红柿 这是朋友送的苗Sun Sugar 这个地方呢 有个土豆苗 我想试试这个靠着厨房的 土豆没有多少阳光 能不能长得很好 这是我家的大水桶 可以装